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木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科幻电影 名字叫做时间规划局 人类生存规则被改变 在他们长到25岁后就会停止生长 从25岁起他们的手臂上都会打有一个倒计时的手表 期限为一年 当倒计时变成零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生命 走到尽头的时候 但他们可以通过工作、抢劫、赌博来赚取时间 生活中需要购买东西的地方也都是需要用时间来换 在他们那个世界里时间就好比我们的金钱 却又比金钱更重要 一旦有人能够拥有大把的时间 就相当于得到了永生再也不会死 我们的男主小明和自己的妈妈两人相依为命 生活在贫民区 小明工作很努力 想要赚取更多的时间来维持自己和妈妈的生活 小明一天下班后去酒吧寻找自己的朋友小刚 在酒吧他认识了一个十分富有的人 他的时间非常多 小明警告土豪让他不要在这种地方呆 很容易被抢劫 话都没说完 时间劫匪小彪想要抢劫土豪 小明带着土豪两人逃了出来 来到一个废弃的楼里面 在这里两人彻夜畅谈 土豪给小明讲解大道理 他说穷人死得越多 富人获取的时间越多 只要他们不停地剥削穷人 他们的时间就会取之不尽 而穷人们再努力也只是被压榨的对象罢了 小明听着听着慢慢地睡着了 这时土豪偷偷地把自己的时间给了他 自己活的时间太长 已经看破红尘 选择自杀 小明发现自己胳膊上的时间 突然变得如此巨大 心里面满满的是对土豪好友的难过 小明有了如此多的时间后 去找了自己的好友小刚 把自己的时间给了他十年 然后他就回家准备过生日 小明妈妈坐的公交车突然涨价 他坐不上公交车 只能徒步回去 尽管两人都在拼命地跑向对方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小明的母亲去世了 小明心里很是难过 他决定要去富人区为穷人讨回公道 第一把他就先混了一趟赌场 没想到小明的赌计竟然也十分高 一下子就赢得了更庞大的时间 高颜值的小明也被一位土豪女小花看上了 原来小花的父亲就是刚才和小明赌博的人 他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大银行的人 就在这时警察突然出现了 他怀疑小明和土豪的死有关 把小明手上的时间扣除了好多 小明与小花作为人质逃了出去 却没想到在路上两人竟然遇到了时间劫匪 他把小花的时间拿走了一大半 两人的时间都所剩无几 小花把身上所带的东西卖了来换取时间 小明与小花作为要挟对象去勒索银行行长 却没想到遭到拒绝 他准备放了小花 但小花表示自己愿意和他在一起 被自己的家人已经放弃了 小花下定决心要和小明一起去劫富就贫 他带着小明抢劫了自家的银行 两人成了雌雄双煞 但随着两人越来越有名 时间劫匪又盯上了他们 小明以自己高超的赌计赢了劫匪 后来小花又带小明去抢父亲一百万年的时光 两人成功后把时间分配给穷人们 后来两人过上来幸福的日子 这个电影也在侧面的告诉我们时间的宝贵 我们应该珍惜时间充实人生 好了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